注意看 一只椰子蟹死死前住一只大鸟 将其秒杀 这一幕发生在查格斯群岛上 而本该在树上睡大叫的鸟 惨遭椰子蟹夜袭 一般在晚上出来觅食的椰子蟹 凭借会爬树的本领 将在睡梦中的大鸟从十几米的树上抓了下 并用大钳子死死地抓住大鸟的翅膀 将其折断 十分不讲武德 最后这只可怜的大鸟变成了椰子蟹的大餐 看来以后这睡大叫也不能卸下防备 虽然椰子蟹平时吃姜 但它也对肉食来者不惧 比如老鼠 鸟类 小猫咪都是它夜间偷袭的对象 为了看看椰子蟹的战斗力有多强 研究人员曾做了一个实验 在树林里放置一头猪的尸体 看看多久能将它吃完 结果刚放置一会儿 就引来了吃货大军 只要以椰子蟹和寄居蟹为主 而这些拿钳子当餐具的家伙 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将这头猪尸给吃光抹尽 只剩下一副骨架 部分的骨头还被椰子蟹扛回了家 实在是太厉害 而这个实验也证明了 椰子蟹除了吃活物 对腐烂的死物也是十分险 这就不得不提到 关于椰子蟹另一个传闻 那就是它甚至会吃人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 是因为在1937年 一名美国飞行员埃尔哈特 在环球飞行时 突然失联 人们在它失踪时最后显示的位置 展开了搜索 结果搜了三年都没找到 在1940年 在加德纳岛上发现了一些破碎的人物 当时便有人提出 是岛上的椰子蟹干的 不过这个说法至今也未得到证实 椰子蟹会不会吃人的尸体也不得而知 但如果真的有人不幸死在 椰子蟹的生活领域 也许椰子蟹真的会大快躲一番 毕竟它是动物 有吃的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图前撬椰子 开瓶盖 椰子蟹的大钳子杀伤力究竟有多大 椰子蟹的大钳子就相当于狮虎的牙齿 为了了解这咬合力有多强 科学家曾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找来29只椰子蟹 有成年的有未成年的 其中最大那只体重为2.2公斤 咬合力接近180公斤 并且他们还发现 椰子蟹的体重与咬合力成正相关 体重越重 咬合力越强 而目前已知最大的椰子蟹有4.2公斤 咬合力高达350公斤 力量相当惊人 要知道猎豹的咬合力才200公斤 所以一般的成年椰子蟹的咬合力 足以跟猛兽相提并论 虽然他一速慢 但挥舞着大钳子站在里 是家犬都不敢轻易上前的存在 这么高的战斗力 难怪椰子蟹可以称霸圣诞岛 我们都听说过千万圣诞岛红蟹过马路 虽然蟹多势众 其实岛上依然是椰子蟹大哥当家做主 亮出钳子也没红蟹敢挑衅 而椰子蟹的大钳子除了捕食猎物 还经常干一件事 那就是撬开椰子 但在果皮厚实的椰子面前 椰子蟹也要拿出十倍的耐心 派椰子就像做针线活 不是一钳子加开的 而是用钳子将椰子壳上厚厚的纤维层 一根根撕下 光是这个步骤就要花费三到五天 等到纤维层全部撕掉 他们才会用钳子在椰子上打一个洞 吃里面的果肉 那么这吃椰子怎么麻烦 为啥椰子蟹还要吃呢 因为椰子对椰子蟹十分重要 可以促进它们的生长发育 科学家发现吃椰子的椰子蟹 比没吃椰子的椰子蟹体型要大一倍 所以椰子蟹除了会剪掉在地上的椰子时 也会自己爬树去摘 真正实现了零原垢和椰子自由 为了让千万只圣诞岛红蟹安全过马路 人们建立安全通道 专门保护这些小胶 可在圣诞岛上 还有一些眼神极差的大家伙 一不小心就跑到主路上瞎溜达 被汽车压得只剩渣渣了 这个大家伙就曾经的是圣诞岛霸主椰子蟹 椰子蟹是一种成年后不会游泳的螃蟹 生生将自己从水生动物变成了陆生动物 在椰子蟹刚出生的时候 体型非常小 那时候它还要在海洋里生活几个月 和寄居蟹一样 拥有自己的海洋独居公寓 带到蟹壳遍印之后 就有了征战陆地的武器和勇气 它们一旦上岸后 就再也不能回去海洋生活 彻底变成了汗螃蟹 如果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那么就要和美好的蟹生说再见了 而在陆地上的椰子蟹 可以说没有天敌 大沙四方威风凛凛 并且虽然视力不好 但人家嗅觉灵敏 只要闻见了味道 不管好不好吃 都会过来将食物拖走 所以椰子蟹也被岛上的人称为强盗蟹 不过椰子蟹一旦遇上人类 再强也得屈服 再硬也得服软 像开头遇见人类的轮胎被压死 就算是椰子蟹倒霉 人类为了吃椰子蟹 毫无节制的捕捉 才是椰子蟹种群数量下降的真相 因为椰子蟹个大肉多还未美 所以引来不少游客想要尝尝鲜 但大量的捕杀导致椰子蟹 目前已经是一味物种 生存状况十分不容乐观 不过现在已经有岛屿开始限制捕杀椰子蟹了 相信椰子蟹一定能重回巅峰 继续当圣诞岛小霸王